以下節目需要由家長陪同收看,敬請留意 大家好,今集一聽到我這聲音,就知道說恐怖事了 網絡上面流傳了很多詭異的相片,令人不寒意 還誕生了很多都市傳說 但我想跟大家說的,這些都市傳說都只是傳說 我今集就會跟大家一一破解,找出背後的真相 在查明真相之前,大家要認識一個英文字,creepypasta 它不是解鬼異意粉,而是一種專門網絡流傳的恐怖影像 有些是都市傳說,有些是網民原創 你可以當它是恐怖版的meme 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逐一擊破了 毛骨送煙 一開播,將會是一張令人毛骨送煙的圖片 別說我不警告大家 來吧,準備好了嗎? 3、2、1 這隻就是人稱MoMo的怪物 起源於墨西哥的都市傳說 裡面提及一個神秘的墨西哥地區 加五七 故網電話 你可以在凌晨3點打電話給它 它就會跟你發起一連串的玩命挑戰 你做不到的話,它就會突然出現在你背後面 有些人還會收到MoMo主動WhatsApp聯絡 傳很多恐怖的圖片過來 騷擾到你沒有睡覺 我只可以說 是我衰又不夠衰 若要人不知,不要太低B 會上網的朋友,一搜尋就是了 Onews is so不懂 這件事根本就是一個惡作劇 這隻MoMo其實是一件藝術品 由日本藝術家雙蘇競界製作的 實情是一隻菇獲鳥 菇獲鳥是什麼呢? 就是日本的妖怪 我們之前有一集都做過 至於網上的Mo相片 就是來自2016年8月 在日本銀座舉辦的幽靈畫樂藝術展 競界還有其他鬼怪的作品 Till,作名而已,這隻叫Soso 這隻Lolo 中間那隻這麼醜怪的叫PoPo 後面那隻叫Coco 自己作也行,Till 我們的跪了很多Jojo 難道我又拍了Jojo 然後到處WhatsApp人 然後客人,又要做挑戰? 成何體同 四腳爬爬 這張照片在外國叫做The Rake Rake即是耕田的爬 你看它爬爬爬 這張照片在2000年初外國4chan論壇上出現 人們聲稱在一個樹林裡 用夜視鏡捕捉到一隻人形生物 手長腳長,對眼還會發光 好像下一秒就會撲上來 究竟這隻生物是什麼呢? 我相信物理和數學 最廣泛的說法就是 這隻是源自於一隻遊戲裡面的角色 Grim 它是出自2011年的一隻恐怖槍遊戲 Resistant 3 不過經過我們翻查再翻查 計數再計數 根本這條數是不對的 本身Rake在外國是一個很出名的都市傳說 由1691年至1964年曾經有三次目擊紀錄 直至2003年出現這張照片 當時這隻遊戲還未出現 由此可見 其實是反過來 這隻遊戲用這個都市傳說 來創作角色 借題發揮 炒起的話題 不過回到最核心的問題 這張照片 這隻四腳爬爬 是真還是假 是公還是那 那就不得而知了 蛤? 剃圖 走進這個森林 千萬不要走上這些樓梯 因為你會隨時消失 這個都市傳說 起源於2015年 一個森林搜救隊的隊員 在reddit 開了個post 分享了十篇的救人經歷 偏偏都曲折離奇 偏偏就是要出事 其中第二篇 就提到這些謎之樓梯 話說他一次實習完之後 教練順手帶他熟習一下這個森林的熱門失蹤地點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位置 他見到一些很不自然的樓梯 當他逐步靠近的時候 教練突然對他說 看好了 千萬不要碰 不要走上去 因為走上頂的人 整個森林會突然靜 還會頭暈生氣 如果這樣也不走下來的話 他就會在這個空間消失 從此絕跡 這件事在reddit引起很大的迴響 網絡上也陸續出現各種森林剃圖 至於這一張也是其中一個很有名的creepypasta 這件事 我決定賭上我爺爺的名義 找出真相 這件事其實很直白 這些樓梯就真的有人故意建出來的 它是1988年至2014年 由藝術家Bruce Allen發起的一個project 叫做Observatory 就是在森林不同的位置建建建物 用意就是被人站在上面 感受一下哪個位置可以看到最好的大自然景色 而這條樓梯就是其中一個創作 根本就是不人對號入座 跳 床狗 這張照片裡面 暗藏著一隻笑笑口的狗 笑到你心都寒 笑到你的心都寒 你試試調光一點的屏幕 左下角還有一隻不明來力的手掌 聽說看到這張照片的人 如果不分享出去 還會被這隻狗詛咒 最後死於非命 後來還有一個加強版 就好像一隻魔鬼一樣 小蚊仔看到一定睡不著 而大人看到就會 就會 看得出它是Key出來的 真相很明顯只有一個 雖然沿途的出駐已經找不回 但不要小看網民的力量 他們找到二次合成的沿途 大家看看這張照片 這隻狗的輪廓是一狗一樣的 整走對耳朵 加牙齒 至於背景 一個Reddit網民 Ice Cream街 找到一張九成次的背景圖 兩張加加賣賣 吞吞的顏色就完成了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勾弄出來的 你也做到了 至於初版那張 2019年 就有一個人在自己的X上 自爆說是他做的 雖然是他本身都很喜歡這些creepy 於是屁股恨自己炒一碟creepypasta 但他自己也想不到傳得那麼厲害 他這樣說 我這樣聽 看你們信不信 我想中你 奔離兔 在美國 如果你晚上見到人套著一隻兔子頭 你一定要九秒九 拔足狂奔離開這隻兔子 因為他隨時會堆壞你 這個是已經流傳了百年的美國都市傳說 Bunnyman 相傳一九零四年 維珍尼亞州的Clifton Town 有兩個連續殺人犯走掉了 他們分別就是Marcus Loster 和Douglas Griffin 他們在在途期間多次殺人犯案 警方追捕他們的時候 經常都發現兔子的碎屍 而且大部分是被人鑑生屍咬 所以判斷這兩傢伙是吃兔肉為生 而Bunnyman這個朵就是這樣來的了 他們的身份一直都是一個謎 而網絡上面最廣為流傳的 就是這一張他們疑似行空的相片 他們還變態到在拍照流連 真是一個變態殺人 等等 你說什麼拍照 1900年代的相機拍照很麻煩 要動腳架 要粒黑布 還要對焦 曝光那些 還有那個人不掙扎嗎 還有他粒雞頭肚一起扮 華生 你突破盲腸了 只要花點時間 滑一滑 就找到這張照片是出自攝影師 Elliott Lee Hazel 他的一個project 叫做The Puppyfield Game Hazel其實是想表達一種超現實 奇異的感覺 整輯相本身是彩色的 還有其他作品 都是套著動物頭套的 至於鄭華那張creepypasta 是我們自己生安百做的 嘿嘿嘿 我們自己都做到呢 網絡上面還有很多creepypasta 我身為都市傳說獵人 當然是不會放過他們的 有興趣想聽我說多些 就在下面留言給一個pasta的emoji我 我是都市獵人 再會 將時間交給歐草獵人 歐草 關於這些恐怖的相片 阿輝也有些經歷 不如你跟大家說一下 是呀 話說我曾經在香港 都真正補足過 車力巨人的真身 當時雖然我生命受到威脅 但我都不忘按下快門 這張照片 為了保護他的真正身份 所以圖片是經過處理的 我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測試到你身邊的朋友 是不是車力巨人 只要你後你朋友睡著的時候 拿出iPhone 你拍照的時候 打開0.5倍放大功能 再將iPhone 推到那個人的下巴 低炒拍照 那你就可以捕捉到車力巨人 我就發現原來 阿牧和我自己 都是一位車力巨人 而我們還有理由相信 壓力的另一個身份 是超大型巨人 大家對於這些恐怖相片 還有什麼經歷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還有大把貨 嘩好害怕啊 想知道 就看多一點 share多一點 我就有機會再說了 拜拜 拜拜